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眼波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一百三十集,强宝二 那些人里面呢,修为比他们高深这一 但最终却仍然难免一死 他四人呢,也是机缘巧合,这才侥幸生存 经过千年的准备,他已然从当年的元英后期达到了化神中期 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他服侍了巨魔族的至宝,祖魔之心 这也是为何他会被巨魔族通缉并追杀的原因 蒙驼子脸上露出不甘心之色 他一咬牙,目光放在地面的蝉雏身上 这离天蝉雏啊,伴随他数千年 一直不离不弃 他更是看着其从下品灵兽,一路升接到上品巅峰灵兽 依然属于刺荒解,若再有个数千年加之一些灵兽辅助,很有可能成为荒解 透过眼下,蒙驼子目露决然之色,他摸着蝉雏,一声自语道 这该死的地方,若是瞬移可以使用,也不会如此麻烦 李天娜,这一次全靠你了 说着,他右手默然探出,从蝉雏口中深入 蝉雏露出痛苦之色,身体颤抖不已 但他却没有丝毫反抗,只是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主人 蒙驼子闭上双眼,但很快便睁开 目露无情之色,沉声道 李天,得罪了 说完了,他右手狠狠地抓住 随后突然收回,手中多了一物 那是一颗拳头大小的墨色圆丹 散发出阵阵强大的灵力波动 李天蝉雏,身子一歪 虚弱地倒在地上,发出微弱的声音 其背部的那些骨包啊,此时一个个开始破裂 留下恶臭的黑色液体,很快就密布全身 即便是那鼓鼓之声啊,此时也显得有其无力 抓着李天蝉雏的圆丹 蒙驼子二话不说,扔入口中 他身子立刻抽动 一股黑气漠然间涌现在脸上 紧接着,他低吼几声 脸上脓包顿时全部破碎 其内毒水四射,撒在四周墙壁上 发出阵阵黑烟 灵兽的内丹分为很多种 只有到了灵兽级别,体内才会出现真正的内丹 至于有些灵兽体内也出现内丹,那只不过是假丹罢了 只是体内灵力暂时凝结而成,起到储藏灵力的作用 真正的内丹,其功效极大,是灵兽体内一切神通的根本 达到了下品灵机,其内丹转化成为与修氏结丹极为相似的地丹 只不过呀,比之真正的结丹修氏还是有所不同 当达到中品灵机,地丹转化成为天丹 若是到了上品灵机,则天丹化为元丹 此时距离荒兽的元神只差一步 只有到了荒兽境界,内丹才会转化成为元神 从此之后一跃成为强大无比的荒野天地之寿 孟陀子脸上黑气更浓,他整个人趴伏在地 右手向着离天蝉除抓去,抓住后立刻低吼着一把按在自己额头 离天蝉除背后的骨包散发的液体越来越多 这些液体顺着孟陀子脸上的浓包慢慢进入他体内 最终整只蝉除全部化为黑水,被孟陀子吸收了 孟陀子后背的驼风突然长大 无数颗颗粒状的骨包立刻浮现 这些骨包迅速遍布他整个背部 此时的孟陀子远远看去与刚才的离天蝉除颇有几分相似 孟陀子此时双眼微闭 脸上黑气慢慢凝聚在眉心,形成一个漩涡 随后他猛地睁开双眼 其双眼瞳孔居然变成了三角形 露出无情的目光 孟陀子一握拳头 顿时啊,阵阵噼里啪啦的黑色电光在其拳中炸击 他深吸一口气,沙哑地自语道 这上古魔功果然奇笑 借助上品灵机离天蝉除 居然可以让我短时间达到化身期圆满的境界 这一次我一定能冲出 就是可惜,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若非逼于无奈 唉 说完呢,他身子慢慢地从黑塔内走出 在他出现的瞬间,凝聚而来的神石闪电突然降下 孟陀子脸上露出争鸣之色 口中喷出一股绿污 神石闪电一进绿污 立刻速度为之一会儿 借着这个机会 孟陀子的身子一跃而出 钻进一道飓风中 此时飓风旋转一停 旗内小兽为之一散 但没飞出多远 便一个个轰轰地自爆而亡 漫天斜雨似散开 孟陀子眼露无情之色 迅速向着下一道飓风冲去 但紧接着 数以一计的神石 默然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把闪烁乌芒的长枪 在天空中无声无息地出现 以破碎虚空之势 迅速射出 这长枪在半空留下一道残影 前一刻还在半空 下一刻已然带着破空之势 临近孟陀子身前 一路之上这土形之地的禁止 也被触动 发出轰轰的巨大雷鸣 王林所在的飓风 距离轿 受波及不大 他紧紧地盯着孟陀子那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目光闪动 尤其是在他腰部的储物袋上 多留意了几分 对于神石凝聚的长枪 孟陀子只看了一眼 便立刻双手接印 口中发出几个复杂难明的词语 顿时在他大口一张间 一个散发浓密绿气的四角小鼎 从其口中一飞而出 这鼎一出现 顿时绿气浓密的涌现而出 与此同时 长枪轰然落下 击中在小鼎之上 二者撞击之处 漠然间发出震天惊地的轰鸣 一道十丈多粗的环形气浪 立刻向四周疯狂的推动而去 即便是那些巨风 也不由的向后飞去 更有的退避不及 直接被气浪拍下 其内所有小兽立刻化为飞灰 王林目光闪烁 随着其他飓风退后一行 但目光却一直放在孟婆子身上 眼都不眨一下 此时半空中的绿色小鼎 发出啪的一声 一碎为二 从半空落下 但那击中他的长枪却从枪尖开始变绿 几乎就是眨眼间 整支长枪全部成为了绿色 那长枪突然一颤 重新变成一道道神石 四下散开 也就在此时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神石散开后 每一个上面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丝绿芒 但很快绿芒疯狂地蔓延 也就是几个呼吸间 之前凝集成长枪的所有神石 全部成为了绿色 梦驼子在绿顶碎裂的一刻 身子立刻萎靡下来 张口连续喷出数口惊险 那绿顶是他的本命法宝 此时以他暂时的化神后期修为催动下 应挺了数以一计的神石进攻 最终一岁为二 梦驼子来不及心痛 他双眼通红 盯着漫天散发绿芒的神石 疯狂地大笑讲 嘿嘿嘿 老子的本命法宝 若不付出一些代价 岂是那么容易就被损坏 即便是碎 也定然拉着你们陪葬 给我报 凡是沾染绿芒的神石 立刻一一砰砰爆开 神石一爆 立刻化作灵气 四散开 同时 一旦神石破灭 肉身自然也会死亡 随着那些神石一一的自爆 四周的飓风 漠然间少了一大半 这些飓风啊 全部停止旋转 旗内的小兽 一个个从半空摔下 孟驼子右手一抓 碎成两半的绿顶 被其收入处待 他二话不说 借着这个机会 迅速向远处冲去 所来的方向 恰好是王林所在的飓风 此时那通天的飓风之王 发出剧烈的咆哮 整个飓风 漠然一顿 停止了旋转 露出其内 正中间一个 体型约有三丈的 巨大飞兽 此兽的大小 比之他的同类 可谓是庞大无比 但看在王林眼中啊 却显然在大小上 远远不及通道内 那荒兽蛟龙 此兽怒吼着 身子一跃而出 其长长的立嘴 吼叫中散发出一道道波纹 这波纹所过之处 土形之地的空间 因有裂缝出现 由此可见 其威力大小 与此同时 四周并未消散的那些飓风 一个个立刻向孟驼子飞去 尤其是他所闯入之处的飓风 不顾一切的阻拦而去 其间神石 声波 等等攻击 让人眼花缭乱 但却无法阻止孟驼子半步 凡是阻止的飓风 都在其一状之下轰然而散 死亡殆尽 只不过每状一下 孟驼子没心处的黑色漩涡 便会淡上几分 他心底较苦 知道修为提升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此时 他若是停顿一下 便立刻会被身后兽王的声波击中 于是速度更快了几分 一路横冲直撞 亡灵眼间 在兽王散出波纹的瞬间 他看到其头部忽然金光一闪 其内隐露出半根金色的手指骨 他来不及细想 此时孟驼子已然来临 王林目光闪动 冷笑着一拍楚戴 顿时 蛟龙龙精出现在他手中 右手一甩 那龙精立刻手尾相互凝结在一起 更是繁衍出数个分支 也同样拧在一处 相互形成粗粗的一根 在孟驼子来临的瞬间 他所在的飓风迅速向旁边闪去 此时在众多阻止其脚步的飓风中 他所在的那道显得很是不起眼 在孟驼子从飓风旁一闪而过的瞬息 龙精被王林扔出 他刚刚撞散一道飓风 忽然察觉四周灵力波动异常 但此时啊 天地之间被他本命法宝 刚刚毁灭的众多神石化作的灵力充斥 这一点波动隐藏在其中 若非仔细查看 实在是很难留意 此时啊 孟驼子心底焦急逃离 虽然察觉 但也没放在心上 他根本就没想过 此地除了他之外 还有其他人类修饰的存在 但在他的右腿部 忽然感觉一股大力勒扯的一刻 他面色终于大变 不用低头 以他的阅历立刻就知道 这是一件以寿经制作的法宝 而此地能用法宝的 显然不是那些小兽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人类修饰 这等寿经类的法宝 若是以往 孟驼子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随意的灵力一散 不但可以把其震碎 更能以此失毒 让使用此法宝之人中毒身亡 可现在 四周众多的飓风阻止而来 神石 声波等等攻击 络绎不绝 他本就疲于应付 全凭一口灵气催动 不顾一切的冲撞而去 尤其是本命法宝破碎 这更是让他心神晃动 若非是凭借上古魔功 与离天缠除合二为一 恐怕 现在 早就生亡了 在此 关键时刻 这平时 他根本就看不到眼中的龙精 就如同是一道催命的神符 烙印在他的身上 那龙精 虽然被他遗状之下 寸寸碎裏 但其冲撞之势 不由自主地 换了一分 仅仅一分 其后果就是 他后面的紧追而来的声波 默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四周的飓风 其攻击 顿时又加剧了几分 稻草不能杀死骆驼 但却可以成为 压死骆驼的关键一点 此时此刻 这龙精啊 其作用 正是那根稻草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